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 高中物理光电效应 主讲栗山高中徐志诚老师 光电效应 在手边有太阳能板以及电表 还有我们的光电效应的仪器 其实它能够产生的电压 跟光电效应到底又有何关系呢 我们太阳能板能够产生电压 以及它的电能 而这种发电的方式 也是目前再生能源一个重要的一环 接下来的单元 我们将介绍光电效应 课程内容包含原理及模拟 立体计算 实验影片 以及备注说明 光电效应的发现 这个科学家是赫兹 在1887年 首先用实验证实的电池破的存在 发现当此外线照射到金属的时候 容易产生间断放电的行为 将光打到带电机模拟电器 也可以把电子激发出来 接着雷娜这位科学家 1902年的时候发布了光电效应的实验 而在1905年 因为应急测线的研究 到诺贝尔讲 第一个结论 光电子的产生 主要是由于频率来决定 频率越高才可能产生光电子 第二个 而强度的话 如果越强 会产生比较大的光电流 阶子电压主要是来测量 电子的动能 光开的越强 并不会影响它的阶子电压 光电效应的特性 而入射光的频率呢 必须带于某个特定值 我们叫底线频率 就可以产生出它的光电流了 就如同我们上面这个图 如果颇长是290奈米的时候 这时候还无法激发出来 到287奈米的时候 光电子就被激发出来了 就接近于底线频率 而入射光的频率 只要高过于底线频率的时候 再弱的光都可以马上形成光电流 古典电子学上 光电效应呢 解释上会有所困难 古典电子学是Marsware所提出的 Marsware提出说光是电子波 它的能量是跟电场强度有关 跟频率有关 所以只要时间够久 就可以产生光电子了 提高光的强度的话 可以使金属中的电子呢 受到电场增加的影响 而产生的电子动能应该会比较大 但是我们实验的结果呢 截止电压呢 跟入射光的强度有关 同我们右边这个图 光达到电子的时候呢 如果光是电子波 如果我振幅增加 就可以把电子激发出来了 电子波呢 振幅如果更大的时候呢 电子跑出来的动能也会更增加 但都跟事实相矛盾 爱因斯坦这位鼎鼎大名的科学家呢 他在1905年发表了一个重要论文 第一篇是讲光的产生与转化 的启发性的观点 就是所谓的光电效应 于1921年获得诺贝尔物理讲 他对于光产生电子的激发机制 启发性的见解 创立了狭义相对论 更是近代物理里面重到基石 主要在谈论 等数坐标与镜子坐标里面 所看到的长度与时间的关系 就如同这个在狭义相对论里面有名的光中实验 在车上里面看到光的来回的时间 跟在地面上有看的来回之间是不一样的咯 而光量子呢 主要的大小跟频率有关 如果红光的话频率比较低 而蓝光频率就比较高 振动比较快 频率比较高的话能量就比较高 光波的能量呢 基本上是用能量包的方式 就是光量子的形式 而每个光量子呢 它的能量为1.hf 光子是不能分割的 而且是电子波的最小能量单位 能量的变化是不连续性的 光的强度指的是每单位时间内 通过截面积的光子数 就如同我们的图里面 看到光比较强 就是光子的数目比较多 如果光是粒子 光子有没有动量 爱因斯坦由小一强对论 提出了光子的动量呢 P等于E除以C 经过整理就可以等于H除以浪大了 波长如果越小 就代表它的动量就越大 所谓的光电效应 只用光源打到我们的金属板 而金属板连的电子呢 吸收能量而逃脱 第一个光源 按照光量子论是Hf 而逃脱的时候 有所谓的金属的光函数 逃脱出来的电子 我们称为光电子 其他所带的动能呢 电子所带的动能 那通常我们会使用 它光电子的最大动能 来进行计算 爱因斯坦所提出的光电方程是 光量子的能量是Hf 我们想要逃脱能量 脱离它的光函数 W 电子所带的动能 我们说Ek 我们会采用截止电压的方式 来测电子的最大动能 如何测一个棒球的最大速度呢 把它丢到最高的地方 从高度来了解速度呢 整理出来 Hf就等于动能Evs 加上公函数W 而公函数一般而言 我们可以写成Ephi 如果用比较低的频率的时候 此时激发出来动能器群10 就大概约等于它的公函数 这时候的频率呢 可以写成Hf0 经过整理一项 Vs所谓的截止电压呢 就等于H除以E 再乘以F 减掉W除以E 写成H除以E 再乘以F呢 减掉Fi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在横轴为频率 重轴为截止电压的情况之下 它的斜率是什么 1分之H 截距呢 就是所谓的Fi 截止电压Vs 等于H除以E 再乘以F 减掉F0 而右边这个频率与截止电压关系图 这里有两条斜质线 分别代表什么意义呢 红色的斜质线 底线频率部分 是比较小的 代表它比较容易激发 垂直轴部分来看 代表它公函数比较小一点 蓝色的部分呢 它的底线频率是比较大一点的 代表它比较难以激发 所以代表它公函数是较大的 这两条的斜率基本上是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在光电方程式里面 斜率都是 普朗克常数H除以E 而爱因斯坦提出光电子论来解释光电效应 其实很多科学家并不认同 其中包含美国物理学家密尼坎 而密尼坎是谁呢 他曾经用Uod实验来精确的测量 基本电量 他是利用Uod实验 他为了验证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呢 他提出了他的装置 并且做了很仔细的实验 测量了普朗克常数H 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光电方程式 而在1923年呢 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 光打到金属板 激发出电子 我们这时候是用400奈米的光 如果我们调整我们的频率 将我们频率降低 你会发现电子速度变慢了 代表电子的最大动能变小了 如果我们改变它的频率 变成频率变高了 到紫外线区的时候 你会发现电子激发出来 速度变得好快哦 你也可以用右边的图来看 它电子的动能就增加了 那如果我们强度增加呢 数量变多了 但是不会影响电子的最大动能哦 电子的动能并没有任何改变 但是数量增加了 这时候我们加一个反向电压 代表什么意思呢 电子跑出来的时候 受反向电压的影响 速度会开始变慢 甚至呢会盘回去 而影响了光电流的大小 如果让电流为零 就是所谓的节子电压了 用节子电压来测量电子的最大动能 光电效应的相关应用 第一个应用呢 我们谈的是光电管 就如同右边这个示意图 光打到一个金属材料的时候呢 耳机发出电子 让电子跑到正极 形成光电流 这种装置就叫光电管 内光电效应的优秀是哪些呢 如同一些感光元件 光电二极体 它会产生一个光电导效应 如CCD、CMOS这些数位光感应电器 在有受光的时候 会产生感应的电荷 利用这个感应电荷 我们来进行侦测 如图上的CD呢 就是利用这种方式 如同摄影上面的感光 最后介绍有关太阳能板 而太阳能板是利用光辅效应呢 是指什么 光打到我们太阳能板的时候 会产生电压 而电压单位就是几幅特码 所以叫光辅效应 太阳能板其实叫P型与N型的半导体 可以让电子跟电动呢 产生分离而形成电压 最后进行我们的问题动动脑 而问题动动脑时间呢 第一个我们看问题一 我们看右图 光源如果低于290奈米的时候呢 就可以产生光电流的产生 请问 而这时候 这种材料鑫 它的公函数为何呢 我们来看以下的解析 由于是290奈米呢 它是一个底线的颇长 而公函数呢 它是HF0 或者写成FC除以让达0 所以呢 可以应用之前所学过的 12400除以呢 它的波长 290奈米就写成2900 而得到结果是4.28EB 所以呢 当我们入射光的频率 如果增加的时候呢 电子动能也会增加 问题二 我们想知道 当光源为100奈米的时候 此时电子的最大动能又会何呢 反向的节子电压又会多少 代表它的光源变成100奈米 刚才是290奈米 光源的频率呢 变高了 颇长变小了 这时候呢 就会激发出电子出来 而激发出电子出来呢 它的动能又是多少呢 其中的动能 可以用节子电压来表示 我们以下来看解析 而其中的解析呢 我们看一下 刚才得到结果呢 新式4.28EB 如果使用光频率是100奈米 而算出来的光值呢 是12400除以1000 等于12.41EB 而由光源方程式里面 我们知道说 12.4呢 等于电子的最大动能 加上公函数4.28 两个相减之后呢 得到是8.121EB 我们来看一下 从模拟软体里面 得到结果 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我们发现不管是它的节子电压 或者它的最大动能 都是接近于8EB左右 跟理论相符合 接着我们来看实验动合作 光电效应实验 我们来介绍有关于光电效应的实验了 而光电效应呢 顾名思义就要有光源 我们将会利用手边的这个 雷射笔以及手电筒的功能 来当做我们的光源 我们先选择红光 那红光射入我们的光电管中 看我们的仪表上面 发现它的电流量非常的少 几乎没什么变动 接着我们换一下子光 而当我们的子光 放到我们的光电管里面 发现它的电流就急剧的上升 已经超过我们的仪表的范围了 由于子光的频率比较高 所形成的光子能量就比较大 而造成的光电效应呢 产生的电流 就比较显著 利用液晶萤幕上 所显示出来的红色绿色蓝色 来做我们以下的光电效应的实验 看一下当光经过我们的光电管之后 所产生的光电流 到底又有何差异呢 我们先从红色的部分来看 这是我们看到红色的部分 产生光电流的情况 发现光电流变化非常的少 接着我们再来看有关于绿色的部分 而绿色的部分呢 发现产生的光电流大概有增加的1维安培左右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蓝色的部分 而蓝色的部分呢 我们把它造色到我们的光电管里面 这时候增加了非常多 增加到接近8维安培 当是蓝色的时候呢 因为频率比较高 所产生的光电流就比较大了 最后进行实验的问题与讨论 有刚才的影片中 如果使用红色雷射光呢 波长大概650奈米 射入我们光电管的电流 扣除其他的影响 光电流影响很小 可以大略当成我们底线频率 或者波长 这个实验上的光电管的音级呢 它金属的光寒数又该如何评估呢 刚才得到的一个数据 红光雷射是650奈米 它是底线的波长 可以运用光寒数 等于12400呢 除以6500 等于1.91EV 就是光电管里面的光寒数 而这光寒数其实是 一个光寒数很小的金属材料哦 就是光电管里面的光寒数